嗨,大家好,我是Yuki 我們要來講一講生物族群跟群集 那講到生物族群跟群集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希望它知道它的族群的大小 那之前有一個方法是用說方法 那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叫做樣曲法 針對不會動的生物我們可以利用樣曲法 比方說這張圖我們把它拍下來了 這些鳥已經不會再飛了 那不會從左邊飛到右邊 右邊飛到左邊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樣曲法來估算 那怎麼計算呢? 我們先把這張圖 把它區分為幾個區域 比方說我把它區分為80個區域 那隨意挑選幾個區域來計算 比方說我挑選了這八個區域來做計算 那這一區域兩隻 這一區域一隻 這有兩個半隻加起來算一隻好了 那八隻15 假設是這樣子 好OK 那我們現在做了八個區 然後每一區裡面有幾隻都把它計算好了 那我們要做一下平均 這一區有兩隻 這一區有15隻 那要平均一下這八區 平均每一區有多少隻呢? 我們把它做一下計算 這八區裡面一共有60隻 然後平均一格有7.5隻 那我們剛剛知道有80格 所以平均的支數 全部的支數應該是7.5乘以80 等於600隻 好 OK 那這是利用樣區法可以來估算一個族群 但是你一定會有一個疑問就是 我學這個幹嘛 我又不當生物 我又不當生物學家 我學這個幹嘛 為什麼學校裡面老師學一些無用的東西 其實這裡就錯了 我們要看 學這個東西是要用在某些地方 也許你現在想不到 但是呢 以後也許就會遇到 那我們學這個東西 也希望能夠運用在生活當中 比方說 反服貿遊行 欸 反服貿遊行 這邊有多少人 你說 不對不對 Yuki 你這樣子在上課的時候 講政治 這是不可以的 欸 我們沒有要講政治 我們只是要問 這邊有多少人 這個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不管你今天是支持哪一邊 你今天是支持 反服貿遊行的這一邊 還是 支持執政者這一邊 其實我們都希望得到一個正確的數字 因為 如果你今天是支持 反服貿遊行這一邊的人呢 你得到一個正確數字的話 你可以 作為宣傳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支持政府這一邊的 你有一個正確的數字 你才有辦法調動正確的警力 來支援 來維護治安 如果原本有一萬人 你估成只有十個人 那只調一位警察來 這會有很大的落差 根本沒有辦法控制秩序 所以不管是哪一邊 其實我們都希望能夠 估算一個正確的數字才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談政治 我們講的是 我們在課堂上面學了科學 如何運用在生活當中 好OK 那我們要估算 那 估算的我們就可以用樣區法 我們就可以來估算 那 估算的時候其實 不同的人 同一個人估算 會有一些落差 不同的人估算 也會有落差 比方說 來你看 這是2014年 呃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林非凡 林非凡估計這邊有50萬人 警政署估計 11萬6千人 差別很多 對不對 OK 不同的人估算結果會不一樣 那 2013年呢 這些人 主辦單位說 有25萬人 台北市警局 估算 11萬人 欸 看起來 好像有一些差異耶 可是估算出來 是那個警政署跟 台北市政府都 台北警 那個警察局都只估11萬人 那 主辦單位估的 卻跟警政署還有台北市 他們估的差異很大 那 如果你今天是 主辦單位 看到這樣的數字 你會覺得 怎麼會這麼少 對不對 你會想說 有這麼少嗎 是這麼少嗎 那如果你今天是 警察 家屬 你也會懷疑 真的只要 真的只有這些嗎 會不會掉了人力太少 我的家人 會不會 我的家人當警察 在那邊會不會有危險 對不對 所以 不管 你是支持哪一方的 其實我們都希望 有一個正確的數據出來才對 好 那除了不同人估算的結果 會不同之外 甚至連同一個人估算 都還是會有差異 比方說 這邊 當年 紅山軍 估算說這樣子 有100萬人上街頭 可是同樣的 警政署 看到這樣子的情況的時候 警政署看到 以下這個情況的時候 說 這邊只有 12萬人 11萬6千人 所以 同一個人估算也會有落差 也許是因為不同的原因 或者怎麼樣 那怎麼辦呢 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我們自己來做個驗算 對不對 那怎麼驗算 先跟大家講一下 遇到這種 遇到這種 遊行的時候 警政署認為說 1平方公尺 就是1公尺 乘1公尺的小格子裡面 大概可以佔3個人 1平方公尺大概可以佔3個人 這是一個樣區調查的結果 就 警政署他用這樣的資料 每公尺 每平方公尺裡面大概可以佔3個人 好 有了這個數據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驗算 到底是 林非凡 講的對 還是警政署講的對了 怎麼驗算 我們可以到Google去 我們可以利用Google的 那個 功能 Google Map的功能 我們可以先圍出 這邊有人的地方 這邊有人的地方 好 這些 有很多人擠得滿滿的地方 其他零零散散的就不講 我們只講這些擠得比較多人的地方 好 這些 這幾個地方 總面積加起來是 二十 二 對不起 二十一萬兩千三百八十七平方公尺 那 剛剛講 每平方公尺有3個人 所以大概是 63萬人 所以 也就是說 其實林非凡 估得比較準 那警政署估得太少了 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是警察 當時被調派到這邊 回護治安的警察 你一定會很擔心 因為警政署估得竟然只有十一萬人 那 調派的人力遠遠不足 所以 我們看到 嗯 一些 報章雜誌 媒體上面的數據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可以自己再做一次驗算的 看看是否有很大的差距 好 所以 不要只相信報章雜誌給你的 不要只相信政府給你的數字 你自己有能力可以去做估算 這是我們學科學的時候 可以運用在生活上面的 科學並不是只有在 署本上 並不是只有在考試上面才有 這個東西都是你可以做自己運用的 所以 學科學你可以避免被騙 也可以幫助你做正確的決定 如果你今天是警政署的署長 你要調派多少人力 你當然要有正確的數據 對不對 那 這個是我們學科學的時候 才 我們學了科學之後 可以運用的 所以 不要以為學科學沒有用喔 學科學是非常好用的 好 那 到這裡 給你一個作業 我們剛剛運用的是警政署 的資料 每平方公尺可以佔三個人 那 你覺得這個數字正確嗎 他估計 警政署估計的 竟然可以有落差那麼大 那你覺得這個數字正確嗎 你可以再驗算一下 好 這就是 我的 心跳300報告 謝謝大家 然後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